来 中法 我们说在一片先前欧洲这个反中的声浪当中 其实法国算是最有中的 所以这一次呢 1月27号这是中法建交60周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讯当中呢 他也发表了致辞 很明确的提到 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精神 要面向下一个60年 其实这个是简短版啦 如果是详细版里面有提到了很多 中国跟法国啊 里面有什么样的合作啦 比如说飞机卫星核电厂道 葡萄酒乳酪化妆品 其实他这个讲到什么 他讲到了军工业 讲到了核电 讲到了民生 讲到了 我们就说日常到化妆品的部分 那习近平向马克宏制赫电之后呢 其实马克宏也有回复 那习近平当时也有说 他说高度重视中法的发展 愿同马克宏总统一道 守正创新既往开来 打造更牢固 更富有的 更有活力 那么其实马克宏也有做出了这个回复 那当然也是非常的友善 他说中法关系 这习近平说中法关系 始终走在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 其实这就很明白了嘛 那再来呢 马克宏告诉习近平他说 中法需要携手前行 所以其实我觉得法国是很聪明的 比起德国来说 当然 就是说其实欧盟原本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嘛 就是英国 法国 德国 然后英国退出了欧盟之后 就剩下法国跟德国是欧盟最重要的支柱 就是大概就是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这几个国家 那特别是法国跟德国 过去梅克尔在担任这个德国总理的时候 他一直坚持德国要走自己的路 那也是 这也是德国长久以来 这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从这个西德一直到德国 他们一直坚持的这个一个 这个外交的独立的一个路线 那么因此在过去 因为有法国跟德国作为支柱 而这两个国家呢 对美国是保持一个友善的关系 可是他们有自己的坚持 所以欧盟一直大概都可以维持一个 相对的主体性 他就不会变成美国的小弟 但是因为在梅克尔离开之后 萧姿上来之后 坦白讲萧姿是一个相对软弱的总理 就所以你可以看到萧姿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 没有像梅克尔这么果决 那么甚至萧姿几乎都要扮演成为 这个美国小弟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后 那你当然欧盟就剩下法国 敢讲真话 敢坚持欧盟要走自己的路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马克宏 针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 做出了很多的谈话 这些谈话其实都不让美国高兴 甚至美国的媒体也有批判过 他的一些谈话 可是事实上如果对欧盟来讲 最大的最重这个对欧盟最大的利益 绝对是走自己的道路 而不要做美国的小弟的 就是说你这样欧盟才有无限宽广的空间 更不要提出说你欧盟之所以要成立 你就是要为了要跟美国叫板的不是吗 你当时要成立欧盟 说整个欧洲就是一个国家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要成为全球的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强大有影响力的这个团体 你如果最后你成立完了之后 你就等于是另外一个北约 然后你这个跟着美国 被他牵着鼻子走 这对欧盟来说有任何好处可言吗 那更不要提到说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因为欧盟选择跟美国一起 走向这个资源 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条道路 其实欧洲是承受最大损失的国家 就除了参战的乌克兰跟俄罗斯之外 欧洲的惨恐怕比俄罗斯还更惨 你从德国从原本是这样的一个 经济繁荣的荣景 到最后他自己的制造业要迁出德国 要到其他地方去设厂 然后他的人民要承受很高额的电费 这对德国跟对欧洲来说 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 所以其实在整个俄乌战争的 这两年过程当中 我相信欧洲的国家心里头 这个寒天饮冰水 点滴在心头 他自己心里头各有感受 那当然第三个关键的因素来了 就美国的总统大选 今年就要底定了 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的胜率 似乎比拜登高 对耶 那欧洲就吓死了 你知道吗 对欧盟来讲 川普是一向主张走孤立主义的 就认为说 欧洲的事情要我管 我付钱再说 对 你要我出多少利就付多少钱 或者是你们自己也应该出点利 所以其实欧洲的国家已经在预先 为川普当选这件事情做最坏的打算跟准备了 所以这就是欧洲很多国家最近开始反省 所以我们不能靠美国 那如果今天美国用孤立主义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自己要增加我们自己的国防实力 我们是不是要增加我们自己的军事装备 欧洲要有能力保卫欧洲 那所以这些因素其实都非常的复杂的纠结在一起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其实未来接下来的这几十年 都是中美争霸的格局 在这个格局之下 中国大陆当然要裂解美国的盟邦 所以你看现在你要裂解美国的盟邦里头 最好裂解的是谁 欧盟绝对排在前几名 因为欧洲的这些国家 已经吃尽了美国的苦头 也许对美国敢怒而不敢言 然后只能够隐忍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是他交朋友的好机会 那更不要提到我刚才说的 在欧盟的里头 现在看起来只有法国 目前为止敢讲真话 那大坚哥我再追问 那你看法国总统 他最近还去参加了印度的阅兵仪式 说到印度阅兵仪式 大家最印象深刻 就是他们的摩托车特技 然后马克宏不但是出席了 而且他还在他的推特 放上了跟莫迪的自拍 据说拜登有受邀 但拜登没去 对因为对马克宏来讲 他希望成为一个流明千古 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 所以他也不仅仅甘于 做一个法国的总统 他也希望成为欧盟 有话语权的人 或者是在全球的外交舞台上 能够有一席地位 那这至于说印度 他本来就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国家 就是说印度一方面从美国那边得到最大的好处 然后印度现在一方面去买最多俄罗斯的石油 然后拿去转卖 所以印度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得到最大利益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然马克宏这个时刻 拉拢印度或者对印度示好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认为对这个习近平来讲 他这个时刻对法国 释出最大的善意 这是一件最聪明的事情 更不要提到说 马克宏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习近平可是送了他一个大礼的 对 他能采购了Airbus的这个飞机 它不是一架两架的飞机 所以这是一张多大的单 这张单其实是一个大礼 对 所以其实现在对法国来讲 不管法国在台面上 怎么界定中美之间的问题 但是法国对中国大陆的善意 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那更不要提到说像德国 我刚刚讲过说德国虽然萧姿 是一个软弱的总理 跟着美国的背后走 可是光德国现在几大工业 全部都在中国大陆设厂 所以最近你看到欧洲的 这些政治领袖都提到了 他们并没有考虑跟中国脱钩 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脱钩 说难听你 而是他们不能脱钩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脱钩 太阳心全校客废 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缺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感谢观看